《真理之光》 促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晚会现场节目精彩分成 有舞台剧 快版小品 拉丁牛仔舞等等 与前两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晚会 还邀请了买红辣基金会代表 新西亚 孟加拉勇敢协会主席 埃拉黑 欧洲公民反腐协会主席 曼努埃尔 圣诺伦所中心负责人 萨格拉里奥 等数十位国际友人 大家欢聚一堂 共度新春 2月17日下午13点30分 受邀嘉宾先后到达 西班牙全能神教会的教堂后 基督徒热情地接待 并邀请他们品尝中国特色美食 受到来宾的嘖嘖称赞 随后 晚会在小基督徒 活泼轻快的舞蹈 《全能神啊你真荣耀》中 拉开了帷幕 晚会开始播放了短片 《全能神教会的成立与发展》 介绍了全能神教会自建立之初 历经二十多年 福音从东方传至西方 世界各国中各行各业 各宗各派的许多人 都听见了全能神所发表的真理 认出是神的声音 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尽管中共无神论政府 一直残酷迫害镇压 但依然没有拦阻住 国度福音的扩展 这正显明了神的大能与智慧 随后 基督徒为现场嘉宾 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 快版小品向回转 演绎了陈宗义一家 如何从宗教观念中挣脱出来 接受末世道成肉身的基督 《全能神》的过程 小品结合了快版表演 对白朗朗上口 令人记忆深刻 幽默精彩的辩论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而之后的一个节目 却感动了在场不少人 使人潸然泪下 小品是谁让我回不了家 演绎了一名基督徒 因信神遭受中共政府 残酷迫害羞辱 被迫被井离乡 逃亡异国他乡的感人经历 主人公在患难中依靠神 真实的信心 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真实经历 也是无数基督徒经历的缩影 在中国因为信仰 我们受到中共的抓捕与迫害 很多弟兄姊妹有家不能回 但是来到西班牙之后 就像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能够在一起唱歌跳舞赞美神 在中国是不能有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 特别的释放自由 这也是我对西班牙印象最深的地方 此时此刻我非常激动 也非常开心 感谢神的保守 能够把我从中国大陆带到海外 只想在以后的信神的过程当中 能够跟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 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环保神的爱 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虽然说掩埋了亲人 但是跟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感觉跟家人在一起是一样的 心里面非常的温暖 也很幸福 感谢神 晚会临近尾声 具有中国特色的游戏 击鼓传花 把晚会的欢乐气氛 推向新的高潮 不少传到花的海外游人 被邀请到台上 与基督徒一起表演节目 他们有的演奏乐器 有的唱歌 有的智词和讲故事 表演者还获得了 由基督徒编织的手工艺品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我 我感觉很漂亮 我感觉很高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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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表演 那种能力 什么美好的事情 和其他人 拓止 那我感觉很高兴趣 我感觉很高兴趣 那我感觉很高兴趣 是艰难的 但他们得到异国朋友们 不同程度的帮助 那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时光 在珍藏过往的点滴中 在告别的歌声中晚会结束 离别时大家依依不舍 一位基督徒书法家林场辉豪 给每位国际友人提字留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没有很多关系的中国人 但是我们很感激和很感激 我们必须做更多的活动 所以两个社会会更多的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这里是职光记者西班牙马德里报道